桃園市议会审查桃圆市总预算案现场是火药味十足 国民党及市议员詹江村反对删除文化局8万元预算 一度口出不雅自演 引起蓝绿阵营的交锋 绿营议员提议将詹江村送交纪律委员会 资深的市议员李嘉欣则是出面还家 桃園市议会审预算不平静 蓝营议员詹江村认为绿营议员连两天杯葛 在反对删除文化局8万元预算时 又遭到绿营打断发言 随后脱口不礼貌发言引起蓝绿交锋 蓝营议员舒翠玲表示 既然认为没有鼓噪就不需要对好入座 刚刚不是很多人都否认他有鼓噪吗 那何必自己对好入座呢 对不对 我觉得更严重的行为 反而是一直不断的在下面叫嚣 然后鼓噪 然后自己能别人都不能的那些人 我觉得才是应该要送祭祿委员会的 义士堂内火药味十足 沾江村重申 有因才有果 你这个是有因果性的嘛 而且我讲的也不是这个 我想这个是一般的米兰语的礼语 也不是所谓的那种三字经国骂 我想这不是国骂 那如果说今天没关系 如果说你认为说 今天我在我的发言时间里面在打扰我 那你结果现在因果关系 打扰我的人 那自己移送去里文会吧 蓝绿双方争吵不休 场面一度火爆 随后资深五党籍议员李嘉欣出面缓夹 呼吁意识和谐 我想大家也对预算 这边里大家都很认真在把手说预算 当然我想对预算 能够理解能够了解 那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个几天之内到最后的时候 挑动越战 也要把这个预算完 要省完 那你现在针对预算 我没有意见 个人没意见 但我希望说速度 还是主席要控制一下 好不好 台湾市议会审查明年度市府预算 依照过往经验 此时已审完四个局处 不过如今审不到两个局处 资深议员呼吁大家和谐 让蓝绿双方暂时休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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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